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,我们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,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,大家手中的闲钱也就越来越多,不过,即便生活变得比以前更好了,还是有很多人都天天哭穷,这是为什么呢? 其实,这是因为大家的负债率在逐渐提高,根据苏宁金融研究所发布的数据,中国居民的杠杆率自1996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,1996年,中国居民的负债率仅为3%,而到了2003年时,短短7年时间,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18%。 按理说,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,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负债率应该不增反降才对,但是为何我们国家的负债率却在逐年飙升呢? 对于这个问题,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组数数,第一个阶段是上述1996年至2003年期间,我国家庭债务在此期间有明显上升,到第二阶段,即2003年和2007年, 我国家庭债务率开始在18%左右波动,这期间变化不是很大,第三阶段是2008年和2016年,在这个阶段我国家庭负债率再次呈现快速上升趋势,家庭杠杆率直接从18%左右上升到45%。 截止到2017年,中国居民债务率达到48.97%,而且值得注意的是,即便现在大家因为疫情原因对存钱有了危机感,大家纷纷选择存钱,但我们国家居民杠杆率依旧很高,分部门来看,居民部门一直都是杠杆率上升的主要驱动力, 而且,根据数据显示,到了去年年末,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为55.8%,较2018年底的52.1%提高3.7个百分点,那么中国家庭负债率高吗? 事实上,这个数据不仅高,而且增长速度也非常快,这是很值得关注的,与美国、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相比,我国家庭债务增长率非常高,据报道,美国居民的杠杆率从20%提高到50%,直接用了整整40年时间,而中国采用了短短10年时间,由此我们可以看出,中国居民的杠杆率真的应该受到极大关注了, 那么,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居民负债率如此之高? 以往,大家都是秉承着有多少钱存多少钱的信念,毕竟,大家对于未雨绸缪是十分重视的,而现在虽然大家生活变得比以前好,但是大家已经不再像之前一样会存钱,现在的年轻人不但不存钱,还喜欢到处借钱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, 这种方式和以往大家害怕欠债的心理反其道而行之,现在大家都是想着今朝有九今朝醉,存钱这个美德已经抛之脑后,大家都是花今天的钱圆明天的梦,随着各种金融借贷软件的出现,借钱的人群也越来越多,大家在借钱之后,毫无节制的花钱, 根本不在意是否有能力还清债务,有些人直接陷入了还钱的漩涡中出不来,大家都借钱上瘾了,另外,国外的超前消费都是用到吃喝玩乐上了,我们国家有些是用在吃喝玩乐上,不过,大部分人是用在房贷上, 住房贷款可以说占据家庭债务的一大半,据公开数据显示,截至2020年3月,我国家庭贷款约56.5万亿元,同比增长0.3%,其中经营性贷款为11.8万亿元,44.7万亿元属于消费贷款, 其中约30万亿都属于住房贷款,其余消费贷款属于信用卡和车贷等等,之前,中国金融发布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数据显示,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总资产约317.9万元,其中,家庭资产以实物为主,住房占比近70%,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高达96%,可以说, 房地产吸走了国民的大量资金,同时还有不少利用贷款涌入这一行列的人,高房价透支了居民的消费能力,同时也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潜力,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背负着卡债,中年人背负着房贷和车贷,还有教育和医疗等等,这使得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慢慢被掏空了。 所以说,不管是消费还是买房,我们都要根据自身的实力来决定,不要最后变得负债累累,连累了自己,同时也连累了家人,那么对此你怎么看呢?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调用基本効ру骨剿 songs,然后评论赞,并顶不长来说话计论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